其实这个疫情已经处得阶段性的痕迹 那么回顾在之前的三四个月当中 上千万的互联网科技从业者 其实就已经成为我们同桌共济去抗议的一部分 当时的生产生活都处于瘫痪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互联网科技公司承担了挺大的责任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到来之后 是让互联网公司包括这种互联网企业 作为市场的主体激发出了更大的活力 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担当和这样的创造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 也开始懂得跟善良去利用这样的能力 这个疫情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 使得政府知道用互联网创新的科技企业 他们已经现成的这样的商业网络 和这种创新活力来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疫情时代 当我们吹响这样一个复工复产的号角的时候 那么现在我们要让更多民众 走出家门去做线下的消费 那么这种创造性的 是利用了像微信还有支付宝 来发放这样一个我们的消费券 这种消费券的发放 也是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疫情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性被激发出来 也同时开创了社会治理的这种新格局 成为了这样一个催化剂 同时这种疫情的防疫工作 也成为了我们速度化转型的这样一个加速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